1816年英国将草华岛归还荷兰莱佛市 建立一个东方大帝国的计划也就完结了 荷兰人要回草华之后 英国人在那里就没有了隶属之地 因为荷兰人要在把整个东印度群岛具备既有 莱佛市自己这由于很快就飞往腾塌起来 在东印度公司的困难中数低甚多 他们捏造事实不告他 使他不得不到英格兰辟谣 他在英国是摄政完为了表彰 他在草华服务期间的贡献 彻封他为爵士变成了莱佛市爵士 同一的公司董事会 最后也认为许多报告都是假的 但董事会对他在草华所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满 他回到东方以后就被任命为明古莲的福度 明古莲是瘴气盛行的小贸易战 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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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